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8月22号星期一 收盘了啊 那么利用这几分钟时间 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行情的情况啊 那么看一下今天这个整个三大股子啊 跟我早上盘前呢 做这个预判基本差不多啊 我说先涨啊 本周肯定是先上涨 那么涨到什么程度啊 我们看到这个上周五是一根阴线啊 一个光角的阴线 那么今天呢 反倒是一个阳线啊 把上周五的这跌幅完全啊 包在里边了 那么从短线来看 两根K线在G线下方 也就是六天均线啊 在这个下方构成看涨形态 说明接下来的这个 一两个交易日啊 这个大盘还将继续上涨啊 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观察什么 如果说再度站到六天均线上方 那么六十天均线就是大盘的一个关键的攻防的位置啊 如果是后续呢 六天均线站稳 持续向上啊 那么就是顺着顺杆爬就可以了 六天均线就是一个中期的支撑位 否则的话如果收盘点位再度啊 后市如果跌穿六天均线 那么接下来还会向半年线靠拢啊 那么这是短期市场的一个判断 我们看到今天分丝盘当中啊 早盘略微低开 然后呢 呃我们看到上午和下午大部分的时间呢 股指啊处于这个上扬的一种状态啊 各部方面基本上也是分化啊 那么上涨的这个数量略微多一点啊 尤其上海市场呢 呃今天的这个上涨的加速也是明显增多 而且今天走的最强的其实呢 三大股指里面创业版指数啊 走的是最强的 反倒是科创版今天这个这个表现呢 不太呃不太给力啊 我们看一下创业版指数啊 创业版指数啊 创业版指数 呃创业版指数 我们看一下啊 深圳呃深圳的创业版指数 今天走的也还是非常不错啊 六天均线呢 支撑有效啊 那么在之前呢 呃60天 经差120天啊 也就是季线经差半年线 呃创业版指数依托六天均线 持续上攻 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年线的位置啊 那么年线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阻力位啊 我认为从中期来讲呢 呃年线的这个这个点位非常重要啊 这是创业版指数 各股方面 呃今天创业版指数基本上是涨跌各半啊 上涨的多一点上涨600多家下跌呢是510家左右啊 这是整个创业版指数的情况 那么从涨幅榜来看呢 今天创业版是最强的啊 那么大盘呢 呃整个的表现来看啊 今天还是不错的 量能啊 跟前几个交易日几乎是平齐的 没有特别的放量啊 基本上还是维持在4200亿左右 呃板块方面我们再回顾一下 看一下啊 这个整个这个涨幅榜里边啊 题材方面 大家看一下排名前20位的 你大概可以看到是什么 电池啊 电池新能源车 然后是什么新能源啊 这是今天的一个还是市场的主线啊 涨幅榜里边呃 那么新能源车还是比较强啊 排名前列 主要的原因 我在之前给大家做过分享啊 呃 今天早上啊 我也给大家特别讲到 我说年限啊 很重要啊 那么第一个波段 持续上工 陆续拿下季线 半年限 呃 然后再上传年限 回踩的时候呢 就是踩到年限 来回整顾 就是年限 对吧 那么上周五看这个阴线好像是要下 但是今天呢 一杆阳线 把这个地方包掉了 显示后续呢 新能源车概念指数依旧持续上工啊 这样还是这样的状态 再往前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 第一次这个季线上传半年限 那么今天呢 又有个非常好的迹象 显示 季线呢 即将要上传年限啊 所以说几条大军线啊 三条大局限这个次序逐渐理顺之后慢慢的过渡到多头排列的状态啊 所以新能源车从中期趋势来讲依旧看好啊 这个大的一个题材 当然了啊 跟车呃汽车产业内相关的电池 今天有多少多少个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锂矿 锂电检验啊 然后钛金属 然后呢 下方锂电池 甚至包括浮盖链啊 包括下方的这个所谓呃 阳湖体理 下方有固金属固态电池 纳电池啊 整个我们看到这个跟电池相关的啊 一大堆 那么然后呢 跟车产业内相关的像无人驾驶 今天的这个题材指数也涨了两个百分点啊 那么主力资金流入的排序上来看 锂电池依旧是主力资金最为关注的一个题材 流入多少呢 135个亿 新能源车流入了112亿左右 锂矿近来90个亿 烟湖体理进来60啊 将近69个亿啊 那么排名前几位还是汽车产业链啊 汽车产业链 然后今天呢 还有一个题材呢 走得非常强 就是一个是维生术 一个草甘龄 一个航运 航运呢 这个题材指数今天走这么强的原因啊 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外边的消息啊 就知道了 对吧 5个国家啊 因为这个 这个航运工人 对吧 这个出现了这么一个罢工的迹象啊 所以对A股的航运板块的 刺激非常大 说明 国际的航运的这个 整个这个需求 还是比较强的啊 非常强劲啊 所以说 这个航运 整个的今天的所有的这些航运题材股里边 三十一 三十一支左右啊 三十一二支左右 二十八支上涨 三加涨停了 所以接下来航运会不会继续走强呢 我认为继续走强的 这个这个趋势已经在 已经在持续了啊 那我们看到航运题材 其实呢 是出现了季线半年线和年线 出现多头排列的啊 这样一种状态 看到没有 季线半年线年线啊 所以航运这个题材指数 那么依旧处于中期上行的走势 所以这个题材呢 接下来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啊 作为一个重点来关注啊 航运板块 那这里边我们看到终枝头的 对吧 一大堆啊 这里面的机会 我认为可以值得挖掘啊 具体个股呢 这里面就不展开了 那然后呃 就是今天的所谓呃 铃矿啊 新能源车呀 之类的 我们看一下铃矿题材 呃 前边呢 整理了很长时间啊 整理了这个大关 大概有 就是从7月8号到现在 一个半月过去了 今天终于拉了一个放量的大阳线 把之前的盘整的这个小区间 全部突破啊 全部突破 而且是放量突破 那接下来铃矿概念 那我们看到今天再度收复什么 收复季线啊 因为早在一个月之前 季线就和半年线实现金差 是吧 接下来铃矿题材 是不是要持续看好呢 还要继续看好啊 这都是几条主要的呃 机会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呃 大家所关注的一个呃 题材就是芯片 今天呢 这个芯片啊 不是太给力啊 涨幅有限 主要的原因 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年线下方整顾啊 这个年线 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个终极阻力 它不会的年线只是用来被突破 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那么眼下看这一步回踩恰到好处 之后将依托季线继续上工 我认为年线这个位置啊 应该不是问题啊 那么之后会站上去啊 然后一路向上啊 芯片题材也好 还是跟芯片产业内相关的 像EDI概念啊 EDI概念 那么EDA呢 我们也知道是芯片制造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软件啊 没有这个软件 那我们的芯片肯定造不出来啊 所以受这个呃一些呃 负面的影响啊 可以说EDA这个题材给国产的 EDA相关的上市公司 必然会带来利好啊 那么可能会在政策啊 资金方面 不要可能会加大一个扶持的力度啊 所以5纳米以下的啊 尤其5纳米以下的这个EDA的 相关的一些啊 一些设计软件 设计厂商啊 一些一些开发商啊 必然会受益啊 所以A股当中我们看到 有一个叫华大九天啊 华大九天 那么近期呢 这个走势出现了 几掌之后啊 出现横盘 我认为呢 当下一个十字星呢 基本上啊 我认为这个地方 子爹的概率还是比较强的啊 所以像类似于这样的啊 一些这个这个题材 大家可以逢低啊 可以可以去关注啊 那么其他方面呢 低估值蓝筹这一块啊 再给大家简单的看看啊 低似净率 低似净率 这个题材指数 近期呢 是稳健啊 稳健筑底 然后接下来啊 上方的年线 季线 半年线 我认为将持续被拿下啊 那么一旦形成多头排列 那么向上的趋势就确立 目前呢 仍然在底部 跌无可跌的位置 那我也跟大家反复讲 低市净率的一些低估值的白马蓝筹股 已经到了一个中长期的所谓战略布局的啊 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估值的角度来讲呢 毫无疑问是目前呢 是最便宜的啊 乃至全球资本市场 我们的蓝筹白马股的估值啊 仍然是最便宜的啊 最便宜的 最具备投资吸引力的 所以当前呢 可能买进来 有的朋友需要马上涨 如果你是短线啊 我觉得这块还不大适合 如果你从中长线啊 从投资的角度 从估值的角度 价值 挖地发现的角度啊 现在低估值蓝筹 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啊 终部布局的时机了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